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百名中國人非法入境被捕 美當局考慮遣返 陣亡將士紀念日 拜登講話致敬軍人 國殤日 老兵役當年 緬懷已故將士 為國捐軀 對戰台海 美國濱海騎兵 戰略島嶼演練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中國人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潤出中國 上週六 上百名非法入境的中國人在聖地亞哥被捕 但大量中國人湧入也引發美國政府的擔憂 118名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 上週六在聖地亞哥邊境被逮捕 根據報導 中國人逃離中國來美尋求庇護的人數正在飆升 去年10月至今 已經有3萬名中國人在邊境被捕 這超過了2023財年的總和 也遠遠超過在2021財年 立法者也擔心有中共間諜混在其中 危害美國國安 去年9月的一份報告顯示 近年來 中國公民潛入美國軍事基地 和其他敏感地點的次數超過100次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官員表示 美方正在與中方進行談判 定期安排航班 遣返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 但這恐怕也不容易 數據顯示 在2023年 湧入美國的2.4萬中國非法移民中 只有288人被驅逐出境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綜合報導 週一是陣亡將士紀念日 美國總統拜登參加了在阿林頓國家公墓舉行的紀念活動 並發表講話 向陣亡軍人致敬 週一 美國總統拜登在阿林頓國家公墓的紀念儀式上發表講話 向為國家服役而犧牲的將士致敬 他表示 由無數人的生命換來的自由和民主是美國的靈魂所在 人們需要守護他 演講之前 拜登在副總統賀錦麗和國防部長奧斯汀的陪同下 向無名烈士敬獻了花圈 下週 拜登將前往法國諾曼底 參加諾曼底登陸80週年紀念儀式 週日 一年一度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音樂會 在國會大廈西草坪如期舉行 現場眾星雲擊 歌聲繞繞 為紀念陣亡將士的思緒增添了一絲平靜的慰藉 每年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是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 以悼念在歷史戰爭中戰亡的美軍官兵 如今 戰亡將士紀念日長週末 也成了家庭團聚和外出遊玩的日子 同時也標誌著夏天的開始 每年5月的最後一個週一是美國國殤日 南加州的尼克松圖書館舉辦典禮 紀念在戰爭中犧牲的軍人 老兵也在現場回憶起艱難又富有收穫的從軍經歷 來看記者現場的報導 每年國殤日全美各地都舉辦活動向軍人致敬 在尼克松圖書館前 老兵和民眾一起緬懷在戰爭中不幸殉職的軍人 感謝他們犧牲奉獻 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從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以來 有超過百萬名軍人在戰場犧牲 所以對很多人而言 每年國殤日的意義不只是家庭聚會和遊玩 經歷了槍林彈雨 危險從生的戰場 老兵埃爾南德斯更加珍惜現在的生活 身為墨西哥移民 他感激美國給他的機會 他也鼓勵年輕一代 為社會奉獻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 劉傑 加州約巴林達士 採訪報導 近日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距離台灣 直尺直遙的島嶼進行跳島演習 未可能爆發的台海衝突做準備 來看報導 參加演習的美軍部隊 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邊海作戰團 該團兩年前專門為應對台海危機而重新編制 據隨行的《華爾街日報》記者介紹 第三邊海作戰團乘坐黑鷹直升機 抵達菲律賓最北端的伊特巴亞特島 進行為期三天的跳島演練 這裡距離台灣近160公里 濱海作戰團打磨的戰略是 在台海衝突爆發時 士兵們攜帶導彈和雷達迅速推進 並散開分布島附近島嶼和海岸線 牽制敵方 以此為其他美軍部署爭取時間 與此同時 濱海作戰團也可在前線 利用感測器和小型無人機偵查並報告敵情 甚至可直接發射導彈摧毀中共艦船 不過 士兵們要想做到在第一島鏈穿梭跳島並不容易 補給困難以及避開中共的軍事基地及監視網絡 都給作戰部隊帶來挑戰 目前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夏威夷和日本沖繩 各有一個邊海作戰團 第三支部隊正在籌艦中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富裕綜合報導 上週六 2024年舊金山臺灣日 在奧克蘭運動家球場盛大登場 向世界展現臺灣精神和文化 近超過3500個臺灣人共向勝舉 2024年舊金山臺灣日於上週六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奧克蘭運動家隊的主場舉行 由輝達創辦人黃仁勳受邀開球 嗨翻全場 臺灣歌手大支帶來饒舌歌曲 烏克莉莉演奏家馮毅演奏美國國歌來開場 還有臺灣Ning Stars啦啦隊的熱舞 讓球迷們沉浸在正港的臺灣應援文化中 借由美國與臺灣都熱愛的棒球活動 在臺灣日一起慶祝臺灣文化 主辦單位北美臺灣一級棒聯盟 希望能促進在地社群連結 並向世界展現臺灣精神 協辦單位Taiwan Next Foundation 也希望以活動凝聚臺美人 未來也將持續推動臺美社區各項活動 這是舊金山臺灣日連續第三年 在奧克蘭運動家隊主場舉辦 不過因為奧克蘭運動家 已經官宣明年搬到沙加緬度 所以今年是他們最後一次在這裡舉辦臺灣日 接下來南加州僑胞也將於本週三 迎來第二年在呈現安納海天使球場的臺灣日活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熙綜合報導 一位勇敢的美國母親在痛失愛子之後 起訴了TikTok及其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同時希望社會早日認識到社交媒體的巨大危害 一年前諾馬納扎里奧年僅15歲的兒子扎克里 因為一種名為地鐵衝浪的極限挑戰不幸身亡 根據紐約地鐵管理局的數據 2018年至2023年至少有10人死於地鐵衝浪 地鐵衝浪是指跳上地鐵尾部 跟隨地鐵穿越隧道 更有甚者會爬上地鐵頂部 十分危險 而這並不是社交媒體上流行的唯一的危險挑戰 2023年一名馬薩諸塞州少年在嘗試死神鼠片的挑戰時死亡 2021年一名密爾瓦基少女在參加昏迷挑戰時死亡 即使有些挑戰並不會直接致命 比如灌酒挑戰 但同樣會鼓勵危險行為 因為社交媒體和資訊能力的速度 這就是年輕人會更加接近 美國心理學會表示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大 因為青春期是對同齡人的影響高度敏感的時期 在兒子去世後 諾馬納扎里奧對TikTok及其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臉書的母公司Meta和大都會運輸署提起訴訟 同時她也開始倡導修訂對社交媒體的監管法規 以避免更多青少年像她的兒子一樣失去生命 新桃人電視台記者喬恩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公民記者張展因報導武漢疫情 被中共判刑4年 今年5月13日她刑滿釋放後 生活起居仍然被限制 為了聲援張展 洛杉磯部分華人上週六集會抗議 呼籲中共停止迫害張展 公民記者張展被中共非法關押4年 終於在5月13日出獄 但她在中共監控下還是無法自由生活 週六 洛杉磯民意人士在中領館前集會 正告中共停止限制張展的人身自由 張展有句話說這個國家不能倒退 即使再大的危險我也要逆流而上 當一個國家媒體新聞工作者 默不作聲之時沉默之時 那這個公民用手機在記錄真相 還被打壓之時 這是一個國家的巨大災難 就如同張展自己在法庭上面說的 這不是審判我的法庭 是審判你們的法庭 真正有罪的是這個邪惡的中共政權 而不是張展 希望中共當局給張展就是完全的自由 給他各項的公民權利 不要在各種打壓他 讓他精神各方面再受到傷害 是為了聲援張展 為他遇到的這種不公的待遇 表達抗議和示威 法律工作者張志勳說 在法治社會裡 公民有權力了解真相和發表意見 張展所做的正是在維護這種權利 如果這種權利都要被公權力碾壓的話 那社會將會失去最重要的監督能力 政府將會肆意妄為 真相將被掩蓋 謊言將會在這個社會中肆虐 希望我們能夠有民主自由 能夠有言論自由的這個權利 他們認為張展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中國人 為了這個社會在發聲 其實在這個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 當今的中國就是一個非常昏暗的一個社會 張展呢應該是算是一束光 我們不應該讓這束光熄滅 中共打著這個人民的旗號 做著反人類的事 人民政府不為人民服務 想著辦法地剝削人民 人民警察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不是伸張正義為民做主 反而迫害人民 人民醫院救死扶傷 它沒有救死扶傷 然後活摘人民的器官 人民子力兵來源於人民 但是在中共的控制下 它向人民開槍 人民日報人民電視台 這些都是給中共欺騙人民的手段 希望我們都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爭取共產黨早日倒台 他們希望張展的無私精神能喚醒人們為真相發聲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洋、林永鋒 洛杉磯採訪報導 近期中國各地跳河輕聲的事件頻發 5月份僅太原一地就發生16起 當局急忙維穩、封鎖橋樑 民眾認為中共治下經濟惡化、社會不公 底層百姓生存艱難 山西太原 網傳從2024年5月1號到5月24號 僅僅只有8天沒有人選擇跳橋輕聲 近期太原跳河事件頻發引發關注 網傳當局急忙封橋安裝防護網 與此同時 出售防跳河的防拋網銷量大增 5月26號多個社交帳號發帖稱 山西太原一座大橋上懸掛一個警示牌 上面寫著 禁止跳河 違者發款1000元 所以因為當今經濟形勢也不好 很多人他貸款不在 他又沒有收入 可能他壓力比較大 像房貸一貸就是幾十年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 有些人就會選擇乾脆結束 經濟蕭條 老百姓這麼少錢 社會壓力太大 網民表示 太原市面上已經找不到相樣的工作了 買了太和的房子爛尾了 還要被銀行天天逼著還貸款 每天都活得很累 感覺沒有一點希望 除了山西太原 近期多地都有跳河事件發生 網民披露 南寧雍江大橋上個月跳了十多個了 重慶長江大橋的巡檢人員 每隔50步就設立一崗位 而且深夜持續巡邏 三年清零重創中國經濟 房地產深陷危機 外企撤離中國 商家紛紛倒閉 部分中產反貧 民眾苦不堪言 網易號去年有人發文稱 中國自殺率悄然上升 每年自殺人數在30萬左右 獨立時評人蔡沈昆在X平臺發帖表示 中國整個社會瀰漫著悲傷情緒 甚至是絕望心態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夏敦喉 江迪亞採訪報導 上海週一宣布重磅政策 意在提振低迷的房市 下面來看今天的兩岸掃描 上海5月27日宣布9項重磅樓市政策 包括首付款比例從30%降低到20% 增加單身多子女家庭和非上海戶籍居民的購房資格 提高公基金貸款額度等 成為本輪提振樓市潮流中 第一個降低首付款比率的中國一線城市 中國樓市萎靡 當局為促銷 本月17日推出號稱史詩級的救市政策 包括要求地方政府收購滯銷樓盤等 但目前收效甚微 一份京東集團創始人劉強東 5月24日的內部講話日前流出 錄像中 劉強東稱 京東永遠不允許大量員工躺著睡大覺 會逐步通過各種手段 將業績不好又不拼搏的員工淘汰 京東近年來業績下滑 劉強東去年11月就批評京東 組織龐大臃腫低效 這次講話被認為是為下一步裁員埋伏筆 黑龍江哈爾濱道理區5月25號深夜突發殺人搶車事件 網民通報 在通江街和東風街路口 一名男子挟持並殺害了一名女子 之後在警察面前搶了一輛出租車 殺死司機 現場四名警察朝凶手連開五槍 仍讓凶手逃逸 事件引發網民關注 但相關視頻很快遭到了中共的全面封殺 5月27號熱搜榜上出現一條南京趙女士的視頻 視頻中 趙女士介紹 她24號從永輝超市買了一份排骨 25號燉了一鍋湯 使用時突然嘴被渣 檢查發現一塊排骨中有一根斷掉的注射器針頭 超過兩公分長 趙女士稱已經找過超市同意賠償 但不願為後續她身體出現問題保證 有網民分析 針頭可能是 珠生前打疫苗時折斷留在體內的 更多網民擔心中國的食品安全 歡迎回來 世界最大紅山樹 謝爾曼將軍 已經是加州國家公園內祖父等級的紅山 在最近一次的健康檢查中 研究人員發現 已經跟當地紅山相處數千年的樹皮甲蟲 正在侵蝕這些藏田大樹 巨大的千年紅山樹 謝爾曼將軍 出立在加州紅山國家公園內 研究人員懸吊繩索 在樹上檢查這棵 祖父及紅山的樹枝和樹幹 看有沒有被樹皮甲蟲侵襲的小洞 加州的原生物種樹皮甲蟲 已經跟紅山相處了數千年 以往樹皮甲蟲並沒有構成嚴重威脅 但科學家最近發現 約有四十顆紅山死於甲蟲的侵擾 我們在檢查某些樹枝 其實是死亡的種類的種類 種類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種類的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那是在某種類的種類的種類 但並不是在某種類的種類 根據國家公園官方數據 2020年和2021年 全球七萬五千顆成年紅山中 有百分之二十 因為加州創紀錄的野火而死亡 目前科學家因為沒辦法 親身爬上每棵樹做檢查 他們希望通過衛星圖像 輔助無人機 進行更大範圍的監測 但我們確實不想被驚訝 為新的危機 這因此我們現在 研究這些樹枝 樹皮甲蟲通常會從樹罐攻擊樹木 鑽入樹枝並沿著樹幹向下移動 如果不加以控制 他們能在六個月內殺死一棵樹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滋毅 劉佳佳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當淡紫色的蘭花營開滿枝頭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也迎來了它最受歡迎的季節 一起去欣賞 盛開的蘭花營與貝倫塔交相呼應 彷彿走入童話世界 這裡是葡萄牙里斯本港口 每年5月和6月初 樹上的繁茂花朵 開始為城市塗上淡紫色的色彩 宣告著夏天即將到來 因為牠們的花有很柔軟的香氣 所以人們會迷路路 在西方的城市 並不見到牠們的香氣 避免透過香氣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各種感覺 幾週來當地人和遊客 一直在欣賞這一特殊景觀 色彩繽紛的街道 廣場和公園 已經成為李斯本的象徵 蘭花營原產於阿根廷 葡萄牙植物專家推測 它最早可能在19世紀初 由植物學家帶來這裡 我們在2014年 蘭花營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認為是一種脆弱物種 但葡萄牙首都溫和的氣候 讓這種來自南半球的物種 得以再次定居 新台電視台記者 韓非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會 按照片 請…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